台北市长的选战竞争相当激烈 不过呢有一名李先生 他因为长得跟陈时中很像 常常被民众误认 那么今天我们的记者呢 采访完陈时中 就巧遇了这一名山寨陈时中 不小心也脱口而出说 部长好 那么这名李先生呢 他就笑说 他是逛菜市场的时候 大家也这么叫他 已经习惯了 还调侃说呢 把他当脾气比较好的陈时中弟弟好了 那他跟你说你突然到那这边 都会叫你什么 都叫我部长好啊 你会像称师 很像吗 啊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哇很久了 当部长当 为部长当很久了 还是其实开记者会的人是你 我可能就是他那个脾气比较好的 那个那个弟弟 脾气比较好的是不是 所以你觉得陈时中脾气不好 是这样吗 那你觉得他自己防疫做得怎么样 因为他 因为他还不错啦 我是觉得是替台湾人争取到两年多的时间 这一点是不错啦 我刚刚在电梯外面 我看到我想说怎么那么像陈时中 我昨天去划农市场也刚好遇到部长 哦 真的啊 对啊 后来我又拍完照片他走了以后 我又回去 他那些瘫痕吓一跳 他说啊怎么又回来 你说欸怎么成都走完去 真的很像 代理部长很久了 而且他刚好白发然后演出了小小的吗 差他一岁啦 那你觉得这一次选战他有机会胜选 是有机会 大家实力都差不多有机会 他家人有说很像陈时中吗 大家都这么说啦 我自己是不觉得啦 一开始大家说说你心情怎么样 没有啊 就是要怎么说呢 就是真的有那么像 好来关心到的是歌手田富珍上月 对啊 他在高雄巨蛋开场 不过呢接连先是感冒 所以延期 但没想到呢延期之后又遇上了地震搅局 就取消了最后两场演唱会 最近呢他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 有感而发地表示说 过去总以为只要开口就可以唱歌 是信手拈来的事 经历这一次的病痛之后才明白 世事总不会如愿以偿 明年朝40岁的他呢 看到年过百岁的外公 每天早睡早起爬山很开心 近两年他也开始减少工作量 他说呢上天会给我们各种课题 一开始可能很困难 但是都会给我们留点余地 最后回头看总会默默教会你一些事情 57岁的资深女星杨秀慧 个性直来直往上节目每次呢都很有效果 不过今天凌晨突然他在脸书上头宣布全面隐退 让许多的制作单位很错愕 网友也很担心他是不是健康出了问题呢 还有人猜说是不是姐打算嫁人了呢 一起来听 我身体很好 我只是呢 不想要那么累 我妈妈也不喜欢我那么累 那我现在一大早啊 七点半出门 去赶超铁 我妈妈我爸爸 都担心我 有没有睡饱 白天靠我 直播是日常 对啊 我就觉得 让老人家担心也不是办法 是吧 所以 我要是选择 轻松一点 我就上上通告就好了 杨秀慧说呢 年轻的时候他什么钱都赚 不过昨天晚上回家 他突然发现房间乱到没地方走路 觉得自己在忙什么呢 才会决定要减少工作量 只想要每天睡饱饱 当一个通告咖就好 请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